在三、四年前 在小帝國的手上 他就忽然種植了蜘蛛 因為各種原因 常常就種植了蜘蛛 然後當然 我也不是沒有良心的人 所以我們就努力找到很適合的場地 然後再很感謝伊格 伊格把他的總建學堂這塊地 這塊場地非常慷慨的讓我們來使用 所以我們真建築就可以恢復地域的居會 然後讓老中青 中青 各在建築人中繼續齊居 重要的是就是我們一直想往下紮根的專業的深度來做發展 那這個是由於其他的社長希望廣播來做推廣這樣的事情 那在睽違三年多的一個分別齁 那鄉間在重逢的時候 我們要關注最大好戲對不對齁 那我們只好把那個 它關注海陸全賽 有海有陸 所以我們只好來給大家夾菜齁 所以一場就是當兩場的這個牆 希望把這三年沒有吃到的營養一次補回來 那這一季我們大概也是一個所謂建築人的第二十四對染色體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知道所有的行業 很多行業其實他們的專業在 在畢業大學研究所畢業之後 其實他們就可以上線了 只有建築是畢業後才開始對不對 畢業之後才出來覺得頓度呢 就是學校學的都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用齁 其實應該這個 其實不是不能用齁 其實就是像張無忌體內的這個整器對不對齁 一貫串的 不知道怎麼使用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建築的義務來幫大家互相的推拿 不是咧 打通認證就沒有辦法 就這樣 那這一系列我們希望我們出了正常人的二十三歲的設計之外 來瞭解我們 負為人資的那一面 我們出了學校畢業 好好 回歸繼續當個學生畢業之後 到底什麼還有 第二十四對染色體前 那個事情是什麼 我們請到四十歲 五十歲 六十歲 七十歲的 建築界的前輩來為各位來解碼 告訴我們其實我們記憶裡面還有對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讓我們好好做個正正當當的 你不算 坐個貴貴貫 這個優優秀秀的建築人 那當然要從年輕人開始 那我們環顧台中最年輕的建築室裡面 瑞文夫格來這邊講,而且是四十歲出頭的這個年紀 大概就是佳樂紀建築師跟王明的這個年紀 我們接著會請稍微五十出頭的 預告一下就是一個月之後,也是四月份的月底 二十七號來年吧 我們請到這個 邱文傑建築師以及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本來是張清華建築師 然後他突然告訴我們說他被業主 他笑嘻嘻的說他很痛苦,決定要跟業主去歐洲 然後我只好再找就可以跟著吧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不滿意就是 貓頭就是針對他,用我們反對不更的強度去對 那四十、五十、六十 我們在四十跟五十在這個年紀層的建築師 我們都會採取對話的形式 也就是他們對他們的生命職業的專業生命理念 有幾個值得我們在思考的幾個跟數字有關的題目 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彼此對話 彼此拿槍對射 然後流彈射到各位,各位也在射 我想我們不要像無聊的人可以講 這樣子齁 這樣子的單向 不要互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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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想法要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對話 這樣會覺得對方都佔用他的時間齁 然後最後本來七十年的好朋友之外 就很難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就是六十跟七十個就是要裝出倡圖角形 所以歡迎每個月底頭注意一下我們的演講的資訊 然後歡迎大家一起來共聚 所以我們首先就是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 我們江樂鑑建議師跟黃明輝建議師 大家好 那我不多介紹 因為你們都知道要下來聽演講 就表示對我們兩對都非常的景仰跟認識 我就不要再多介紹 那我們趕快時間有點累打 我們就想要進入主題 那首先我們黃明輝老師是要先講 恩德關於建議師開口的啟示 我是非正常 對啊 很正確 那我們來熱烈的掌聲 開始 跟我們 那種復蘇後蘇醒來的第一場演講的 第一句話之間 謝謝大家 這是建議師開口 這是建議師開口 那麼 其實大概在2009 兩三點前 國美館邀請我們去跟這個建議做一個對談 就是配下酷恰的時候 那麼就有邀請我們在 就用那些團體的博士 就是每一張換成片20秒 然後放二張換成片 想解一下自己介紹自己的作品 那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在想說 其實是從 目標畢業 然後到了業界之後 其實通常都埋守在樹建工作裡面 那其實很難像國外的一個 許多的建築師 尋找自己的論述 或自己的目標完整的論述 或者做的執行 那所以就藉這個機會呢 跟回顧一下自己做的通通忙忙 做的這個回味 或做的一些案子 然後找一找就是 這個想想自己當作做的這些事情裡面 有了什麼重點 或是從自己做事情方法來 找出一些自己不察覺的習慣的動作 那 如從好處方面講就是 也許我們處理 在某些挑戰 或是建築某些問題的時候 用的是類似的動作 那也許它本身具有一些意義 或是具有一些效率 那麼也許 沒有 也許可以做得更好 那所以我找的主題就是 Opening 那也影響了我這兩三年來 作品上面的影響 這兩三年來 在學校裡面的 這個Studio的方向 那一個也來過教大 就是來當作課 那開頭這個影片是一個 英國的藝術家在2007年的時候 一個陸服裝平台做的一個作品 他就是 他的藝術家 他不是建築師 那麼他做的這個作品呢 就是把一個很完整的這個大樓 又做了一次 重新做了一次Opening的第一 那麼 就是原來我們看到大樓上面有的這個 魂巫牆或兩千代分的 就是說我們建築上的習慣用 他就是很暴力的做了一個演員 做了一個Opening的工作 然後這個 這個叫做Opening of style 那這個東西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我自己 在看 在太陽色作品之前也很 也對一些藝術家做的這個作品 很有 一些關於開口的作品 很有興趣 像我自己也發給我自己 剛進來的時候 對於這個開口 非常有興趣 可是大家如果來的時候 這讓我想到小時候 部的這個房子 都有這種類似 像陶生一樣的社會 比如說 在地下社會 都一定要有這個 但是這個開口永遠 永遠是一個 這個必須要做 好像是一個必要的 這個 必須要做 但大家都故意把他 好像不想做他一樣 就是會做得很亂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來處理這樣一個開口 那在我們 在建築的起源 其實建築起源不是開口 建築起源是 勉強 還有無敵 是對抗環境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沒有強 有無敵 但是我們在定義建築之後 我們又拼命的要去開很多的開口 因為我們發現 建築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不只是對抗 有的時候其實在環境之間 我們還是需要有風風 有採光 要呼吸等等 這件事情 所以開口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麼 這個 所以 這個是我回國來參加一個 概念性淨土的第一張 第一張片 第一張我拍到的照片 也是莫名其妙去拍的 在我坐的旁邊 一天晚上 一天早上醒來就發現 哇 因為它出現一個很大的開口 那在台灣 這幾年好一些 常常出現這樣的 你看你前年 圍離什麼 這個追頭 就在這個大頓路上面 直接開一個這麼大的開口 不知道要做什麼 在我們台灣很習慣 就是 台灣的傷口很容易被撲平 不管是心理上 或是指上 所以台灣很喜歡用國遊 我用死官 用明明的方式 就是很失態明明的方式 那麼 我們的政府 只能這樣 後來我就開始發現說 就是我們在2015年 做的一個原住大學進度 那我們從 一開始的意象就是這個開口 那這次一定要下火 我去過的人 大概都不知道 其實沒去過 那 這個自然的 自然的峽谷的形狀 跟光線脫瘦進來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個電影 叫做 128小時 一個人被困在峽谷 進去被加圖 我如果開了電影 我還是會放在那裡 我還是會放在那裡 但這峽谷進來的光線是很遺遠的 也就是我們通常在台開口的時候 在建築的時候 大家都會先想到光線的事情 所以我們很想 比如說這個光線的景點 那發現說這個光線品質 其實是經過一連串的 像是這個地質侵蝕一樣 出來一個很有機的形狀的開口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開口 先嘗試用很幾何的方式來描述它 就是把一個正方形的量體 切成了兩三角形 讓它旋轉 中間出現一像 差不多差不多一般的空間 然後我們就打光 研究這個空間的一個品質 讓你成就一個效應 怎麼變成一個可能性 然後我們就出現 可是很不幸的 這個房子其實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著重在這個虛空間的努力 然後最後就只有在中間的一個旋轉 一個虛空間裡面 得到了呈現 那麼 大概是利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間退 然後用一個傾斜的傾斜 來把它升起來 主要就是讓校園有一個呈90度的一個軸線 然後在這裡面呈現一個翻轉 那麼 這是我們其實處理校園建築的時候 一個通常發現的一個習慣動作 就是會去處理所謂的虛空間 也就是用開口的方式來處理 那麼在我們江念如是合作的一個 一個中海大學人文大樓裡面 就朝向虛世紀教堂開口 就開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卡 然後在中間裡面可以藉由這個開口 可以看 各所都可以看到虛世紀教堂 那甚至連這個圖書館部分 都用霍利維通的做法 可以看出來 雖然開口是一個虛弱的東西 但是要定義一個開口 就是用兩片沙類的形象來定義 這樣子才有辦法在畫面上寫成一個大的畫光 所以這就是從這個大的畫光裡面 看出去霍利維通的圖書館部分 這邊有個在這裡